我们也会使用到 这个pipeline 那breast cancer 它本身的dataset有500多个 对不起 它的这个资料 有500多笔 所以这个 我们在跑一些程式码的时候 可能会 花大概超过一分钟 当然如果你的电脑更快速的话 应该就不用 那有同学问 如果你要run更多的random state 当然可以 你说我要取200个random state 300个run 当然都可以越多越好 只要你的电脑速度够快 那这个教学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 很多很多这种dataset 它的结果都会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说有dataset说 它的准确度非常的高 甚至于都是1 那你可能就要去怀疑它了 你是不是 你有没有 采用很多不一样的random state 这个随机取样 因为我想实务上 你这个random state 任何random state 这下的accuracy都是1 我想这少是又少了 非常的少了 不是说可能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非常的少 但是这是值得 值得去挑战它的 这些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 我们就把它 大家自己去练习 去回忆 回忆 回忆一下什么是for loop 什么是这个 潮状回圈 那我们带入这个brist cancer的csv 我们都知道这个brist cancer 这个dataset 它有30个column 30个feature 而且这些都是真实的资料 虽然是以前 很久以前的资料 所以呢 大家都拿它来做练习 但是碰到这种 我们这样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会再来教大家怎么样 从这个30个feature里面 去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 跟这个outcome 这个结果比较不重要的feature 我们怎么样去挑选出来 把它拿掉 把它pass掉 当然我以前一直强调说 每种dataset都有它不同的意义 像这个brist cancer 它是这个医学上的资料 股癌肿瘤 那我们又不是医学专家 我们也不是学生物科技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 很会写程式的 子工系毕业的 很会学这个大数学分析 我相信叫你来分析 这种医学上的资料 我想你也不敢做论断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团队 AI的这个工作本来就是 不同行业团队 进来一起合作的 绝对不是 说你很会写程式 你就可以判读这里面 所有的资料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各行各业的dataset 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将 看你这个dataset 是属于哪一个行业的 可能就要请那个行业的专家 也一起进来判读 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发生这个 所谓的AI的ethics的问题 人工智慧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在AI的发展中 是经常 经常这个发生的 大概不久前 Google就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人工智慧 科学家 就是因为 AI ethics的问题 向公司反映 可是不久 他就听说是被辞职 不是自己辞职 被辞职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这个random sampling 是很重要的 随其取样 因为dataset也可以作假 所以我教你们 能不能那么多 如果能够将原来的dataset 保持原状都不动 再去做一些修正 那是可以的 可是dataset 真的也是可以作假作弊的 OK 这里我们过去都是 我们把所有的feature 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变成很长很长 那也是很不方便 事实上你可以将 后面10个 21到31 后面10个 我只要看后 因为主要我要看这个outcome 就好了 把后面10个feature 把它秀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边说 前面10笔 所以df.ilog 前面是raw 前面10笔 后面是10个feature 21到31 所以我们就要看到最后面的 10个feature就好了 好 我们定义大X小Y 那一样我们使用 np的random.choice 因为这个有30笔 30个feature 30个column 那上一次的教学我讲过了 我们顺便会教大家怎么样 去这个 你模型跑了 最后还是要测试 做预测啊 因为你还有很多很多新的资料 要进来啊 那怎么样去利用你建立的模型 去做预测 这就是人工智慧的目的嘛 要做预测 你说无人驾驶的车子也是一样啊 他一定随时都在做预测 因为他车上利用很多很多的 不管是这个红外线啊 或者是这个照相机啊 他收取 路上状况的所有的 data或information 随时要进去他的车上面的电脑 或者是云端里面 马上就把它计算 而且是要非常快速 可能是零点几秒之间就要运算出来了 因为他在驾驶中啊 那里发生状况怎么办 对不对 撞到人 闯红灯 这都是可能发生的哦 所有个人认为这个无人车的自动驾驶 要真的能够在一个像台北市这么 这么这个交通拥挤的地方去 去实施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 我觉得是非常的困难 光是data取得就非常的困难 如果是在一个高游球场 或是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 人车很少的地方 也许可以 在一个大都会区域里面 我觉得是相当困难的 你的资料取得非常困难 好 所以像这个breast cancer 它有30个feature 那你怎么样去模拟 你要 你要去把data找出来嘛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这有500多笔资料 你随便去找一个 比如说我找一个是第250个index 第250个row 当然不能包括最后一个 所以负一是排除 因为我们要data 所以我们是要预测outcome的 所以outcome这个data要把它排除 所以这边是负一 那点values 用点value 所以我将这个index250笔的这个资料 我把它乘以1.025 你要乘以1.033 1.02005 你要怎么乘都可以 因为这是模拟的 我们不是医学专家 我们只是做来练习用 OK 好 得到结果就是一个list 然后你再把它复制 比如这是你第一个要模拟的data 你把它这样子复制下来 贴到这里 贴到这个data这里 你就有第一笔资料了 OK 好 那以此类推 我随便找一个 我说dindex395笔的资料 我说把它乘以1.055 你说你要除以1.055 也可以 就看你怎么去模拟这个资料 都OK的 看你要几笔 你要十笔 你就去选不同的 给它一个参数 你要除要乘都可以 那完了之后呢 就将这个复制一次贴上来 那因为这有30个feature 如果你真的要去自己去弄的话 那也很浪费时间 所以教大家这种方法 那我们这里是有 有无比资料 所以等一下就用这无比资料 的data 我们来做预测 第一个我们是 要用random choice 我们说0到1万 我们选100个random state 100个random state 那tase size 通常是在四分之一 也跟我们上次 这个教学里面 谈到的这个data set 只是data set不一样而已 其他都一模一样 那同学问说我要跑1000次 OK啊 你跑1000次 只要你电脑够快啊 你跑1000次 你得到1000个random state 很好很棒啊 越多random state是越好啊 你想想看 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有569笔资料 对不起 我再 应该是569 我前面再看一下 569 569笔资料 你可以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啊 自己去用pathon写一下 写个 这以前我们好像也教过 你说569笔资料 我要取 取这个 120笔 那你就会看看 有几个排列组合 有几个组合 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好 那这个一样 跟上次的 我们用也是先使用logistic 为什么使用logistic 因为它是 已经发展很久的 很久的一个演算法 也经常被人拿 拿来使用logistic 但是这演算法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在这教学里面只是举比较常用的 还是有很多 将来有机会再来介绍 如果你又学到什么新的演算法 只要是这个步骤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放在你的这个所谓的pipeline里面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所以我们这边选了100个randomstate 那这些这个 的个数 这些list里面的个数 的确都是100个 那我们排除 排除这个不是最大值的 不等于最大值的 我们全部pass掉 排除掉 那再将这些mnop呢 我们把它zip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data frame 你看这个random 你看这个breast cancer 这个dataset 你看 在这个状况之下 它是得到了一个 只有一个 是accuracy 只有一个 它是在randomstate 1471的情况之下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 在这个那些教学 有关breast cancer 这些演算法里面 我记得好像从来没有 有一个是1的 因为我们都是用2021 因为我讲 我们都是为了固定 为了为了教学方便 我都是采用这个2021的 这个randomstate 好像从来没有得过 1的这个accuracy 可是这边有了 你看看 它在randomstate1471 在logistic regression之下 不过这是在四分之一 的taste size之下 那如果我们全部把它 所有的这些 100个randomstate之下 所得到的结果 我们全部都把它拿出来 所以如果这个a大于max 我们就把它排除掉 因为不会大于1的 1就是已经是最大的 那1就是说 没有东西会被排除 那就是全部 100次的演算得到结果 我们看里面的smallest 20笔资料 smallest 最小的 你看都不错 都点94 点95 点95 8 都还OK 还不错 都还不错 所以平均是点977 如果我们现在 固定randomstate 还是在2021 但是我们的taste size 我们用加了一个 七分之一 因为它的这个 breast cancer data set 有569笔资料 所以是OK的了 我们顺便拿出来 这个演算看看 taste size取七分之一 一样是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我们得到的 因为我们只有六个taste size 所以 就是各有六笔 有六个资料 那我们全部把它 取出来 全部把它取出来 因为只有六个 OK 做成data 做成data frame 没有我们是在randomstate 2021 我刚刚提过了 好像从来没有得到 E的accuracy 好像从来没有得到 E的accuracy 这个六个不同的 这个taste size 不过得出来结果也都不错了 都蛮高的 0.98 这几乎都0.99了 0.99 0.99 0.97 0.98 四十五路 那所有预测都是 因为0代表 恶性肿瘤 1代表 良性 得到了平均 accuracy 0.98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这个 一样取randomstate 找100个 可是我们这里 taste size 有6个 所以这里就有600个了 600种组合 就有600种组合 所以你这里不管执行几次 你得到的结果一定都会不太一样 因为就是randomstate 每次出现的应该都不一样的 可能就少数几个是一样的 这就是随机取样 你不能自己定 对不对 当然说你要把这个延长到 2001 0到2万 取500个 当然可以 只要你电脑速度够快 好 这有600 的组合 所以就有600笔资料 然后呢 一样我们取这个 将这个 最大值的 把它排除掉 pass掉 所以你看这个 组合越多的时候呢 它得到的acus等1的就越多了 这是logistic regression之下 所以有43笔 它acus等于1的 占全部的7.2% 我们看全部的 所有的600笔资料的话 我们得到的 你看到这个最小的20笔 你看这个prediction就知道了 它有的是00110 虽然acus很高 可是预测结果也会不一样 那这600笔的平均acus 大概40有路 0.98 我们现在把classifier带进来 一样的tick size 我们现在选因为越来越大了 因为这个组合越大的时候 因为我的电脑也不算是高速电脑 我是用这个iMac 已经用了五年了 所以也不是速度特别快 你说我这边用100个 当然也可以 它就跑很慢 大家有兴趣 自己可以去跑跑看 所以我们一样是这些的tick size 那我们这个random state 取三个 对不起 30个 那classifier就有9种了 classifier就有9种了 2,4,6,8,9种了 那我刚提到演算法还有很多 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再来讲 因为我们觉得还是赶快 让大家从8月就进入这个 unsupervised了 非监督式学习 将来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做补充 虽然如果你自己 你可以自己就把它摆进来 但是你的这个演算过程要 一样的 在SKLine里面的 你才能放在这个pipeline里面 classifier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 提供免费的让大家自由学习 大概已经进行了 从这个python到现在 一刚开始python 什么myplotlib numpy这些东西 pandas 一一介绍 从最基础的python 到现在已经进行了 大概一年半 如果 不管你是国中生 高中生 大学生 甚至你是社会人士 或者是年轻的父母 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 因为我一直讲 我一直强调说 我们尽量 我们要强调的是实作 我们尽量去避免那种 很枯燥无味的这种理论 数学的理论 尽量排除掉 我可以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以前指导过了几位学生 都不是工学院毕业的 甚至还有文学院毕业的 他们都靠自学python 跟自学data science 现在都有很棒 很好的工作 而且薪水 绝对不会低于 自工系毕业的 因为我刚强调了 很多dataset是不一样的 各行各业都有dataset 所以这些公司 它要吸引不同 不同专长的人才进来 如果你是西班牙文系 如果你是英文系 只要你有兴趣 从头开始学 你一样可以成为 很棒的datasetist 只是很可惜 我们台湾年轻人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 真的是很少很少 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学校也没有 大学里面也很少 去强调这些 好像都是只有 资工系的 或是电脑科学系的 才会学这些 事实上不是的 任何科系都可以学 我刚强调了 如果在医学上的应用 很多医科的学生 也在学这个东西 他们也希望在学 学这个东西 怎么样做datasetist 所以如果你是家长的话 我鼓励你的小孩子 只要是国中了 赶快去学 就从Pathom开始 不要去管那些什么 我是建议不要去 去理会那些什么 很多理论 很多枯燥无谓的城市 那些东西 不要去理会那些 你真的要学那些 倒置工系 你真的想去念 资工系 你再去学那些 最重要就是实作 就是实作 我刚刚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我指导过几个学生 现在做得很棒 都在大公司做事 而且跟他一起合作的团队 有的是Computer Science 有些电机系的 那文学院毕业了 为什么不可以 我有懂啊 我也知道怎么做 Data Analysis 因为每个行业的Data Set 是不一样的 经济系的当然也可以啊 社会系的也可以啊 任何科系都可以学 只要你有兴趣 而且我指导学生都是自学 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说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 我也讲过了很多的例子 不管是在SK Learn 或者其他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去学习 到今天 你已经是很棒的资料科学家了 而且你也不需要 你可以自己 自己去找资料 自己去Google里面去找资料 自己都可以做了 自学都可以完成的 好 那这个case是1620 1620种组合 好 那得到的是 Accuous等于1的 你看有Logistic Regression Penalty LE的 那这下面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这个没有 后面这个刮户里面 写出来是因为 可能是他 程式处理 他不想再把这个重复 事实上这里是指L2 这里是指L2 LBFGS Solver 然后这个Cain Cain 又得到Accuous 1的 所以在不同的RandomState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RandomState 不同的TestSide的组合 不同的这个Classifier 还是会得到很多E 那过去我们 不是强调说这个 我只是为了学习方便 就是固定在一个TestSide 固定在一个RandomState 那只是为了教学方便的 所以实物上要这么做才对 有22个 Accuous等于1的 占全部 你看在1.35% 所以一直就说 你不能因为有这些 这些状态 都是得到1的 你就说这个Data Set 一定会得到Accuracy 这是大错特错 好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将全部的 1620笔资料 好 我们找出来 Accuracy最小的20笔 这个0.84 0.85了 0.88 所以你看看 它的Prediction里面 你看就很多奇奇怪怪的 还有00010 00110 还有全部都是0的 这边是00010 所以它的总个 这个全部的平均的 Accuracy是0.95 所以算是不错的 0.95算是不错的 好 最后我们用LeanSpace 来做这个 这个Tage Size 然后我们一样取20个RandomState 同样的Classifier 所以它也是1620 也是1620总组合 那得到的 Accuracy等于1的 这里又有Decision Tree 又有这个Support Victim Machine 得到的Accuracy 是1的 看在什么样的Tage Size 在什么样的RandomState之下 它有57个 占全部的3.52% 那我们看它的总平均 这是最低的 Accuracy最低的20笔 它总平均还是有0.955 0.955 好 最后我们这个 我们把这个RandomState 把它Free 就是我们不要了 我们不要RandomState 我们是保留的这个Tage Size Tage Size是一定要有的 因为你要做 Turning Set跟Testing Set 要把它分开来 所以一定要Tage Size 我们这里是将RandomState 把它排除掉 这边没有RandomState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ForLoop ForLoop 因为没有RandomState 你每次跑一次的时候 它就会不一样 得到结果 它自己会去找 它自己会去找 只是你不晓得它会找什么 所以我们说跑20次 所以总共呢 也是1620次 1620个不同的组合 那这种状况系啊 我们看看它Accurice得到1的 更少了 只有21个 就是它随机去找不同的RandomState 我们也不晓得它取哪一个RandomState 那刚刚上面的它会给我们RandomState 虽然也是它随机取出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是哪一个RandomState 但在这里呢 我们根本就不晓得什么是RandomState 不晓得它找到哪一个RandomState 不知道 那所以呢 你就要跟你的研究团队 那怎么样去取样 这里取了很多的方法 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要做预测 所以你的RandomSampling呢 随机取样的方法 一定要避免 所谓的人工智慧道德的问题 人工智慧道德的问题 这是最低的20笔资料 我们看这总平均还是有.95 还是有平均的Accurice还是有.95 好谢谢大家 这是 这个教学我们就作为我们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的最后一个教学 然后呢我们8月开始我们要进入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 大家会问说为什么我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两个Data Set 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大家熟悉 你已经熟悉了这两个Data Set 那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就是增强大家的使用上的方便 那因为Breast Cancer是Excelium提供的另外一个Female 只有20笔资料 只有20笔资料 因为如果做图起来会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看得懂 比较容易看得懂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实作 那将来我们进入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的时候 非监督师学习我们也是会继续用这两种资料 这两个Data Set 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 会增加大家学习的效能 平常你要拿Data Set 如果你已经是大学生了 我想学校里面是有 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这种课程 或者是说你是非理工科系的话 恐怕要拿到也不见得很容易拿 所以你只能到Google 或是我以前强调过的一个网站 非常棒的叫Kaggle Kaggle里面去找 你就找一下自己练习这样 自己随便练习练习 也许会得到一个很不错的 这个经验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我的教学是 我是从最最简单的一直到 今天的这个教学 我想任何任何一个 不管你是什么什么教学 教育程度的 或者是你自己也是父母亲 赶快去学 只要有兴趣 有兴趣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动力 不用怕写程式 而且今天写程式跟以前 容易容易太多了 因为云端里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library来帮助我们 在很多大公司里面 还是一样用这些东西 只是说它的平台不一样而已 可能是Microsoft的平台 可能是IBM的平台 可能是亚马逊的平台 可能是Google的平台 就是这些区别而已 可是方法都还是 主要的方法都还是这些 如果这些教学对你有帮助 就赶快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同学 让大家一起 学习 不要害怕写程式 如果真的英文看不懂 就查字典就可以了 大家都从国中 甚至小学都开始学英文 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倒是我要提醒 如果你真的要深度 将来想念资工系或奠基系 要深度去研究这些东西 请你把线性怠数 我以前强调过很多次 Linear Algebra 把它独熟 独满 独保 因为AI人工智慧 后面的数学理论 非常的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 以线性怠数为主 因为Data 对不对 这些Data 本身就是 你要把它组合起来 做运算 就要靠Linear Algebra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学习愉快 我们八月再见 谢谢